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已经确定所求的它是电池的电动式 所以它的电位差就是两个电极还原电位的差值 所以大的减小的那经过计算就是1.56伏特 这就是理论的电压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题 刘同学尝试组装吸引电池 结果用三用电表测得电池在外电路 所提供的电压是1.46伏特 那不如刚才嘛 试推测可能是下列哪些原因 实测电池输出电压是1.46 小于理论值1.56 所以推测其可能原因有底下 第一个电池的内电阻 如果比较大的话那就有可能让电压下降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接下来第二个 在同组装电池的时候呢 因为某些变因没有维持电化学的标准状态 所以有可能导致它形成逆反应而让电压下降 也就是说银加银离子产生银加银加能量 那这个如果是温度太高或是能量太多 就会向左边移动 导致电池输出的电压小于标准电压1.56伏特 那或者是说银离子的浓度 如果是太低反应会向左 或者是新粒子浓度太高一样反应会向左 那B选项可以让平衡向左 一个就是银离子浓度太低 不然就是温度太高 所以B跟1就是正确答案 接下来看到C 电极面积的大小 它不会影响平衡的移动方向 所以不会让电压发生变化 再看猪选项 新半电池的新粒子浓度小于1.0 那表示说右边下降反应向右 所以平衡向右电池 它的电压那是上升 所以综合以上本期的答案就是A B E